哈囉大家好,我是陳博勳 今天呢是來講解我們的 危機百科大解說的第二集啦 那這一集呢是 有一位觀眾期盼已久的 小魔女Doremi人物的介紹 那詳細的部分 可以點擊右上角的資訊卡 去看老爹的影片喔 我們的影片呢 在開始之前 喜歡記得 三兄弟按下去 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影片呢就正式開始喔 Let's go 春風Doremi日語 是日本動畫小魔女Doremi中 的架空角色之一 也是系列中 的主角之一 隸屬魔法堂 的其中一名小麻煩魔女 也是故事中的 核心角色 日本配音員為 千月圈會寺 中文版配音員為 楊凱凱 第二集 31話至49話 林美秀 1990年7月30日出生 獅子座與 擔當角色劇中角色設定的 馬月佳燕 同一天生日寫行B型 在小桃子加入魔法堂之前 是所有人類魔女見習生中最早出生的 住在美空市 美空町 家庭成員由 編寫釣魚相關的作家 父親 春風喜姐 身為家庭主婦的母親 及 就讀幼稚園的 妹妹 春風泡泡 四人所組成 另有住在 主婦 春風熊姐和 祖母 春風露 小周名曲 幼稚園畢業後 進入美空市 立美空第一小學就讀 就讀班級為 三年二班 四年二班 五年一班 六年一班 之後美空市 美空國中升學到 市立美空高中 經歷過一次大學考試落榜 四年至大學 畢業後 回到母校 美空第一小學 三年二班擔任教師 見習生服裝顏色為粉紅色 作為服成的精靈為多多 波龍的音色為鋼琴音調 剛好對應其擅長的鋼琴 使用魔法的咒語為 霹靂卡 霹靂拉拉 波波莉娜 貝貝魯多 魔幻舞台 咒語為 霹靂卡 霹靂拉拉 輕鬆開朗 皇家使者咒語為 霹靂卡 皇家使者 名稱由來為 唱名的前三個音調 最喜歡的食物為牛排 但劇中除了五歲時的安慰餐外 再也沒吃過 從幼稚園開始 就夢想成為魔女 還會自己自創咒語 某日 因為Doremi強烈的願望需求 而來到了捲雞山莉卡的魔法堂 並識破了店主魔女莉卡的魔女身份 而害其被詛咒變成魔女青蛙 為了賠償魔女莉卡無法做生意的損失 而開始進行了魔女健行山的修行 成為魔女的動機為 希望能鼓起勇氣 向喜歡的男生告白 但因為太糊塗的緣故 不但出自變身失敗 魔法都施展的很爛 甚至連飛天掃把都不會控制 甚至還成為兩次測驗不合格 和數百年來最簡單的見習山 第九級測驗不合格的魔女見習山 第九級測驗為 經由測驗官提示指定條件 來變出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 但卻被Doremi任意 腦補成牛排而導致不及格 還因為魔女批趴商萊拉的到處宣傳而有名起來 第三級測驗時 在終點因為被作為陷阱的牛排山吸引而不及格 而因為第三級測驗相當的困難 所以也少有魔女見習山合格過 另一方面也有過一次跳擊 在魔女世界的女王就任一百週年紀念望年會中 因為獲得優勝而向女王許願而跳擊 雖然本人非常的笨 但作為魔女見習山有一定的潛力 最後與夥伴們決議不成為魔女 在高中時卻為了幫助他人而以 不對自己使用魔法為條件 再次短暫成為魔女見習山 高中畢業再次恢復普通人的身份 但仍能與前往人間的魔女們聯繫 特別是小花 在小學三年級的結業典禮後 目睹魔女的嬰兒小花誕生 並成為照料他的母親 雖然劇中的魔法堂全體魔女見習山都有小花母親的名義 但抖雷咪與小花卻最為親近 而且實際上在第二部第一話中 女王是任命抖雷咪為小花的母親 其他見習山只是負責協助幫忙而已 同時小花也是隨著時間的推進 而將魔法堂其他見習山也一起當成母親罷了 在第三部第28話中小花在呼喚她心中的媽媽時 從人類世界帶來魔女世界的只有抖雷咪一人 而在第四部第一話的學校裡 一把抱住抖雷咪時也是喊她媽媽 以此可以得知小花心目中認定的真正母親只有抖雷咪一人 小學五年級時 與隱瞞自己身份 實為自己後代的華米見面 對方同樣是魔女見習生 但卻不知道抖雷咪的魔法見習生身份 而是來到過去的世界想告訴抖雷咪魔女的存在 由於抖雷咪幾乎一模一樣的長髮 見習生服也是抖雷咪差異極少 而咒語使用霹麗卡、霹拉拉、波波利拉、貝貝魯多 和世界上最不幸的美少女的口頭禪 以及同樣喜愛牛排這點 都跟抖雷咪幾乎完全對應 抖雷咪成年後的家庭情況不明 但從劇中可以得知 華米繼承了春風家的女兒節娃娃 上有被稱作丸子的兩個人形巨大 把髮技作為招牌造型 在抖雷咪腦中想像自己變成魔女青蛙的時候 也是同樣保留那對髮技 隨著系列做的眼鏡 髮技也越來越小 在小學三年級 起那對髮技就有如橡膠球般的彈力 動畫中也常有以那對髮技所弄出的笑點 小說版更只剩下半顆球 頭髮和眼睛都是紅色 髮型是用不明的機器的弄出來的 但一直都沒有實際畫面 就連後續幫小花弄頭髮時都沒有畫出來 只有弄丸子頭巨大機器音而已 第二季弄出髮型鵝與母親洗完澡後 用追風機配合梳子弄出來的 也有抖雷咪用梳子整理出丸子頭的描述 放下頭髮的畫面不多 頭髮長過腰身 因為丸子頭的造型讓人比較習慣 所以基本上很少出現長髮的畫面 一直到成年之後才沒有再綁髮技 自稱世界上最不幸的美少女 好奇性相當旺算 有著凡事現行看的樂觀性格 個性相當善良 少有自私自利的情況出現 所以很受他人信任 但也因為這個個性導致容易受騙上當 表面上常和自己的妹妹泡泡鬥嘴 並被瞧不起 但實際上非常疼愛泡泡 泡泡和小花交換身份時 也是他第一個看出端倪 在泡泡許多迷惘的關鍵時刻 都是身為姊姊的Doremi 幫忙給提示 或拉起一把 過去其實非常頑皮 幼稚園時在羽悅喜愛的兔子眼上塗鴉 小學入學室時嘲笑小竹尿褲子 二年級時更是在抽裡放青蛙 但也因為自幼年時期 就常給大家帶來歡樂 也很容易跟他人成為朋友 包含關老師 山上同學和魔女世界女王都這樣肯定 個性迷糊 而且可靠度還不如泡泡 甚至後續回到母校就任教師時 才因此在全校師生面前出囚 絕對不會對有困難的人 甚至是過去的敵人見死不救或幸災樂禍 所以容易打動他人的心 無論做什麼事都不會有罪惡感 甚至面對討厭的人 碰到危機時會適時介入幫忙 就算是做了自己討厭的事也不會後悔 但相反的也因為這個個性而壓抑了自我 對戀愛非常積極 但從小學這開始的失戀紀錄就不斷刷新 從第四部中起自己的妹妹泡泡被恭敬告白 老說版羽樂和史田的戀情升溫 再到連玉木比他更早交男朋友而感到怨嘆 國二時還以為自己被小卒甩了 但實情只是小卒不知怎麼回復情書罷了 口頭纏為我果然是世界上最不幸的美少女 但到了高中時期變成世界上最幸福的美少女 五歲時學過鋼琴到現在都還會彈 其實也是因為母親嚴厲的訓練 希望Doremi成為自己沒能當成的鋼琴演奏家 但因為鋼琴發表會因緊張而失敗 從此便討厭鋼琴 在五歲時鋼琴發表會的回家 祖宗在餐廳吃到牛排 所以從此以後就愛上了 還曾說出將來夢想是開牛排館 具裝有很多次吃到牛排的機會全都被錯過了 有人主要稱呼Doremi醬 而關老師和男生們通常稱呼其姓是春風 魔女莉卡是稱呼其名Doremi 和玉木立夏是死對頭 但在小桃子生日時和玉木組成千金二人組 成效比SOS三重咒和封建二人組好上很多 連對校化都會嚴格把關的大本人小愛和父親媚偽性智都贊不絕口 之後千金二人組這個組合在學生會長選舉時再度登場 成功讓玉木當時選學生會長 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喜歡呢記得三兄弟都按下去 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我們下一次的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影片見到這裡結束